国家主席习近平7号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习近平欢迎潘基文秘书长第十次访华 并积极评价潘基文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 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 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所做努力 为加强联合国同中国合作所做贡献 习近平指出 当前中国同联合国合作不断深化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将继续做联合国的坚定支持者维护者参与者 习近平强调多样性是世界前进的动力和源泉 各国必须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经济全球化既带来机遇和繁荣也带来挑战和麻烦 需要加强全球治理 致力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要继续弘扬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同时也要与时俱进 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建立反映世界多极化现实 更加强调以规则制度来协调国际关系 我们要致力于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 倡导对话协商 坚持标本监制 并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 习近平欢迎潘基文出席9月20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 习近平指出 中方高度重视并同联合国在发展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开展了密切合作 取得了重要进展 中方推动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聚焦发展问题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就是要助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中方倡导设立亚投行 并愿同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加强合作 就是要同世界各国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 潘基文再次对中国士兵在马里维和遇袭表示慰问 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和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潘基文表示 中国对联合国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为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应对气候变化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习近平主席在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期间 就维和行动 南南合作提出了重要理念和具体倡议 对相关领域国际合作产生重大影响 我赞赏中方作为六方会谈主席国 为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所做努力 联合国愿同中方倡导建立的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加强合作 促进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 我期待着今年九月来华 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